苏联一共建了9艘航母,为什么俄罗斯只分到一艘,剩下8艘哪去了?上世纪80年代,在冷战最紧张的时期,苏联航母建造达到了顶峰,世界被分成了两大阵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各个领域展开竞争,航母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环。 从60年代末开始,苏联开始大力发展海军,他们先后建造了基辅机航母,一共有4艘,基辅号,明斯克号,新罗西斯克号和巴库号,这些军舰,虽然叫航空母舰,但实际上更像是大号的巡洋舰,因为他们的甲板太短。 不能让普通的战斗机起飞和降落,只能用来停放直升机,这种设计,其实反映了当时苏联的实际情况,苏联是一个陆地大国,造船技术比不上美国,但是为了应对北约的威胁,必须要有能在远洋作战的大型军舰,基辅级航母,就是这样的产物。 它既能携带直升机,进行反潜和侦察,又装备了很多导弹,可以打击敌方的军舰,建造这样的大型军舰,对苏联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要知道,一艘基辅机航母,重量超过4万吨,需要很多的钢材,还有各种先进的设备。 在北方严寒的天气下,工人们常年在船厂里加班加点,这让苏联在短时间内拥有了数量可观的航母舰队,库兹涅佐夫级,80年代中期,苏联开始建造更大更先进的航空母舰,也就是库兹涅佐夫级,这种航母和早期的基辅级不一样,能让真正的战斗机在上面起飞和降落。 当时,苏联计划造五艘这样的大船,库兹涅佐夫号,瓦良格号,乌里扬诺夫斯克号,塞瓦斯托波尔号和列宁格勒号,这些航母有倾斜的飞行甲板,可以起降苏33这样的大型战斗机。 这让苏联海军的实力有了很大提升,在尼古拉耶夫造船厂,工人们起早贪黑的干活,他们知道,这些航母对苏联有多重要,每建成一艘,不仅是海军的胜利,也是整个国家的骄傲。 当战斗机第一次从这些航母上起飞时,所有人都觉得苏联终于有了真正的航空母舰,可是天有不测风云。 1991年底,苏联解体了,这些花了大价钱造的航母,突然成了烫手的山域,经过复杂的谈判。 作为苏联的主要继承国,俄罗斯最后只留下了库兹涅佐夫号一艘,它成了俄罗斯海军的旗舰。 也是俄罗斯仅有的一艘航母,其他的航母命运各不相同,有的被拆了,有的卖给了别的国家。 更可惜的是,有些航母还没造完就停工了,他们就那样躺在船雾里,慢慢生锈,见证了一个大国的衰落。 基辅号和明斯克号飘洋过海,来到了中国。 在中国,他们告别了战斗,变成了人们休闲娱乐的场所。 基辅号成了一座漂浮的主题公园,而明斯克号则化身为军事博物馆。 他们不再是战争工具,而是和平年代里,让人们了解历史的窗口,新罗西斯克号的结局。 比较平淡,这艘曾让北约颇为忌惮的军舰,在苏联的最后十日里,就已经退出现役。 后来,它被拆解成了废铁,可能已经重铸成了建筑用的钢筋,或者是别的什么生活用品。 巴库号则有了新的身份,它被卖给了印度,改名叫维克拉玛迪亚, 在印度海军的精心维护下,这艘老舰重获新生,成为了印度海军的主力舰艇,最引人注目的,可能要数瓦梁格号了。 它本是库兹涅佐夫级的第二号舰,却在建造中途赶上了苏联解体,乌克兰没钱,也没技术继续建造它。 最后卖给了中国,经过多年改造,它摇身一变,成了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号,其他几艘航母的命运就没那么幸运了。 乌里扬诺夫斯克号才建了一半就停工了,最后成了废铁,塞瓦斯托波尔号和列宁格勒号更惨,连龙骨都没来得及铺就,就成了纸上的计划。 在乌克兰南部的尼古拉耶夫造船厂,至今还能看到一些未完工航母的残骸,和平年代里,战舰可以变成乐园,可以为大众服务,这或许就是历史最大的和解,一个国家的强大,不能只靠造军舰。 经济发展和老百姓的生活才是根本,零二,他的第二春,1982年,那一个特殊的年代,伯列日涅夫刚刚离世,安德罗伯夫接掌苏联,国家虽然已经显露疲态,但在军事领域依然雄心勃勃, 这艘巨舰就是当时苏联国力的最好写照,既有不甘示弱的进取,也有力不从心的无奈,传长礼,其中几日夜不停地忙碌着,汉宫的火花在深夜里格外耀眼,三年后的1985年,当这艘巨舰终于第一次接触到波罗的海的海水时, 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它像一座移动的钢铁城市,长达304.5米的飞行甲板,足以停放40多架各式飞机,苏33战斗机是主要力量,卡27反潜直升机则是耳目库兹涅佐夫号的建成,标志着苏联造船技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但讽刺的是,就在这艘航母刚刚服役不久,苏联就轰然倒塌了,1991年的寒冬,当克里姆林宫的苏联国旗降下时,库兹涅佐夫号和水手们一样,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迷茫,在动荡的日子里,这艘大船成了俄罗斯最宝贵的遗产之一。 新世纪到来后,俄罗斯开始重整军备,库兹涅佐夫号也迎来了他的第二春,在改装车间里,工人们换掉老旧的锅炉,升级雷达系统,改善飞机起降设备,这些改造,让这艘经历过风风雨雨的老舰,又焕发出了新生机03现代化改造,2017年的秋天,当库兹涅佐夫号缓缓驶回母港时, 刚刚完成了在叙利亚的一次重要任务,甲板上还残留着战机起降的痕迹,舰体上的油漆有些斑驳,三十多年服役,让这位俄罗斯海军老将显得有些疲惫,彼时的俄罗斯。 正处在与西方对抗加剧的背景下,为了保持海上力量,俄军决定对这艘独一无二的航母进行大修,计划很美好,经过现代化改造后,这艘老舰将重获新生,能再服役10到15年。 然而,命运似乎跟这艘经历过苏联解体的老舰开了个玩笑,2018年深秋一个夜晚,停靠在摩尔曼斯克港的PD-50干船物突然进水,眼看着这个苏联时代留下的大船物,缓缓沉入了冰冷的海水中。 更糟的是,一台大型起重机在船物沉没时倒在了航母甲板上。 在这位老兵身上又添了心伤,这场事故让原本就不富裕的维修预算雪上加霜,工人们不得不另想办法,把航母移到了别处继续维修,可是厄运还没结束,2019年寒冷的12月,停在第35造船厂的航母突然起火,浓烟从舰体里冒出, 消防队员们不得不在刺骨的寒风中奋力灭火,在这些接二连三的不幸中,普通的船厂工人依然在坚持,他们换掉生锈的钢板,修补受损的电路,更换老化的设备,按照最新的计划,到2024年,这艘保经沧桑的航母将重返大海。 届时,它会以焕然一新的面貌,继续在波涛中批拨斩浪,印度方面,重益于巴库号的潜力。 将其购买并改名为维克拉玛蒂亚号,并进行了现代化改造,使其成为印度海军的核心建制。 俄罗斯对库兹涅佐夫号的现代化改造,无疑是一次战略性投入,这艘航母不仅是俄罗斯海军的骄傲,更是其在面对西方军事压力时的重要砝码。 即便面临财政和技术上的双重难题,俄罗斯仍在努力确保库兹涅佐夫号继续发挥作战作用,除此之外。 随着新型航母技术的发展,如电磁弹射器和核动力系统,库兹涅佐夫号显然需要不断升级以保持竞争力。 国际间对苏联遗留航母的争夺和改造,也是全球军事力量重新分配的一部分。 从乌克兰的困境到印度的雄心,从中国的战略布局到西班牙的训练需求,这些国家都在利用苏联旧日的辉煌。 以增强自身的海军力量及巩固其国际地位,通过苏联航母的发展历程,我们了解到冷战时期的雄心壮志和今天面对的实际挑战存在巨大差异。 无论经济问题还是技术瓶颈,对当时的苏联以及今天的俄罗斯都是不可忽视的现实,只靠航母的屈窍显然不够,持续的技术创新和经济支持才是关键。 不得不说,中国在这场国际航母争夺战中果断地抓住了机会,通过对瓦梁格号的成功改造,中国不仅填补了无航母的空白,还开创了自主研制航母的新时代。